HELLO 大家好 歡迎繼續回來 VIVA 經理模式 上一集我們渡過了轉會槍 來到2月份 亦敗了禮物浦 這邊看到消息就是謝薩斯 已經可以回來訓練 當然我們也不急著把球隊放回 應該再過一兩個星期就可以出來打比賽 日程方面 這兩個星期就很趕 踢完這場FA級比賽之後 我們就要周中面對馬蹄會的挑戰 所以這場球還是用過替寶的陣容 去踢屈福特 也是主場的比賽 最後是3比1 輕鬆地贏了對手 一轉眼就來到周中 歐冠第一回合我們先去客場 去挑戰馬蹄會 進來曼達大都會球場 看看球員的通道中 沙奧尼古斯 真的有很多人聊天 對他的球通家 其實馬蹄會這邊 原先的球員都賣了七七八八 我們就看到藍絲 很帥氣 來到這邊也一樣遮掩頭 這邊我們再看看馬蹄會的陣容 烈奴是擔正的 同時藍絲也有手法在場 隊長就變成車路士 來借艾斯比利古達 整體看下去 馬蹄會這個陣容 都改動得很大 但是基士文還在 剛剛開球第14分鐘 拉比奧特 比賽歐尼古斯 一個很漂亮的直室 烈奴是英勇地出擊 這個球不太符合 難道他來了馬蹄會 這邊也進步了 接著來到第21分鐘 看似這個球 比基達的時候 比勢力了 但是我們基達的速度 一向都很爆炸 最後是搶先一刀 給到了這個 現在在鏡頭裡 show cally的普利石 美國隊長面對這個 舊戰 烈奴 真是知己知彼 一個爆網 看 換角度看 其實這個球角度 不是射得很漂亮 但是對著烈奴 夠啦 大家這麼熟 1比0 先 幾分鐘過後 同樣是三號尼古斯的直室 普利石的射門 這次烈奴就擋到了 然後球很鬼主 這樣彈離 出底線 然後來到上半場的尾聲 普利石的邊路突破 留意三號尼古斯的走位 拜利就迎上 套邊 他就插進來中間 補回那個位置 兩個人的默契 非常之厲害 美國隊長和這個打臉王 兩個人的助攻 以及這個慶祝動作 都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懷疑他們兩個人 有昨晚應該是睡同一張床 什麼都分別 取得入球 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 不錯 就是應該相互扶持 2比0 來到上半場的尾聲階段 欣賞一下奧比力這個 世界級的破舊 用了他這麼久 我很少很少見他有這麼神勇 再看看這波是直飛死角的 他也是單獎 托出去 可以 對舊主也精神滿滿 上半場就兩波領先 又是很典型的高效戰 看下半場能不能繼續保持下去 來到第57分鐘 前場的搶段 給到這個Black Panther 哎呀 我們都不會驚訝的 這個黑炮這種操作 這個賽季都 非常之常見 這個球好像能打到藍絲 看到藍絲 看到藍絲打完這個球之後 都被人換下去了 接著第64分鐘 烈奴又有神撲 好像變了人 這個還是我認識的烈奴 接著第66分鐘 一連串的組織 給到敗力 嘩 我們的黑炮又有些膽炎性質 現在又 我們這邊經常有說 一口砂糖 一口屎 那黑炮 用這個實際行動 跟我們解釋了這個成語 前一腳他可以非常離譜 萬無邊際 下一場呢 下一個球他馬上可以拿這個普斯卡士獎 黑炮就是這樣的屬性 非常之奇怪的隊員 3比1 然後就保時了 我們就拿到國球 基亞薩 主罰這個球 國球就不是我的食虎方式 但是這個球 烏帕美卡路 頭脫爭頂 亦都是為我們 嘩 喂 你有沒有註冊雙標 又用了胡靖寒的少林共虎動作 那我講到胡靖寒 現在的比分是4比0 那我相信你們都應該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 先說回這個球 沙烏尼古斯是卡士了在烏帕美卡路 看來跟他同房的不單止是普利石 烏帕美卡路昨晚也是同一間房 4比0 最後就客場 4球完勝 沙烏尼古斯從右顧地都很開心 看回統計方面 下半場我們是零封馬體會 一腳射門都沒有 而我們的射正效率都不錯 而評分方面 普利石是9分 獲得最佳球員 回到英超 我們主場踢阿士東維拉 也是零封馬 全體堡 現在聯賽上不是太緊張 4比1是贏球 賽後看回這邊 基雅薩 大概是雙4個星期 手肘骨折 辛苦一下普利石 很快下一輪聯賽又來了 這段時間 比較多球要踢 比較累的 客場對卡迪夫城的比賽 我們全主力 但只收獲一場平局 4天後又一場聯賽 現在積分榜就贏了十幾分 都可以很輕鬆地備戰 全體堡的情況下 依然是贏球 提姆偉藍回開二度 而隨後我們是收到 祖雲達斯的布加托莉拉 這個托莉拉並非現實的 現實的 完全是大腿級別 但這裡24歲 他只有82 剛開檔的時候 我沒記錯的話 托莉拉只有78 但我也要價5600萬 把他的身價雙倍 非常之意外 祖雲達斯 果然是財大氣粗 買下巴里亞古路之後 托莉拉 5600萬 都OK 好厲害 接著就是 歐冠之前的聯賽 客場對搬離 這次就全主力 因為那場歐冠 大家都知道 已經是 優勢比較大 平局 上一場拉尾都說 現在是第一回合 4比0領先 回到主場 肯定是全體補 非常之輕鬆的 上一排 基亞阿薩 受傷 普利錫 都頂了很多場 這場就讓他休息一下 我們還有 尼爾遜 在板凳上 而後衛方面 敵列治 也是比較累 我們上馬洛普拉斯 才踢這場 胡錦翰 在蒂寶直 一開球 僅僅是第三分鐘 夏威斯的直身 蒂摩威娜 面對列盧 又是沒有軟腳 真是想不到 僅僅是三分鐘 列盧 重回我們城中邨 收到一份這樣的禮物 老實說 輸著四球 就 可能也不太想 踢這場球 死死地氣 也要出征 阿仙奴 這球 蒂摩威娜 搶先 射一腳 一比零 僅僅是幾分鐘後 薩拉基治的 面路套上 十分漂亮 正確地把球 好像GPS 定位了 在蒂摩威娜 頭頂上 他就做了一件很簡單的事 把球放進網上 真是慘了 列盧 德國人 河虎維蘭 德國人 蒂摩威娜 十分鐘之內 兩次 共穿了他同胞的大門 唉 又不夠共 隨後這個比賽來到第三十分鐘 還在夏威斯的直室 尼坤古跟上 嘩 對著列路 好像看到仇家一樣 用左腳 依然好像巡航炮彈一樣 射出來這個球 尼坤古一向很神奇 作為中場球員 之前我都說過 他經常有球進入 效率是非常高的 這個球真的 我是斯蒙尼也不怪列盧 藍絲最後還想拉拉他 但是這個球真的沒用 3比0 上半場結束我們再進了三球 總比分已經是7比0 下半場 我相信 這麼多村民都在想一件事 什麼時候才能看到天朝第星呢 第六十一分鐘 這邊馬體會 藍絲是替換落場的 看到這個信號 我們也將 天朝第星 胡政河 頂替提莫偉拿 30分鐘 剩下 他可以為我們上演什麼好戲呢 看著他 看著他 這邊 列盧開出這個門球 還是馬體會的爭頂 後面 控制著夏威斯 被胡政河 被尼坤古 鬥斑回來 有些彈地 胡政河跟上就梦 哇 哇 糟了 這個球 哈哈 嚇死人了 我相信 阿提莫偉拿 看到這個球 心情也有點 縮一縮 再看了 慢鏡 離婚國 鬥斑回來 嘩 停也不用停 就憑他這個球 哪些什麼 什麼CCTV 風雲人物 都要頒獎給他 嘩 好像朗尼一樣的慶祝動作 最後還要 嘩 右掌球場的球迷 似乎找到他們的主人 哈哈 4比0 10分鐘之後 胡政河 又迎來單刀的機會 面對舊主 想超過他 嘩 嘩 這個球雖然不進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胡政河身上 是有很多角觸不具備的靈性 好像這些球 完全是不急的 打算挑過 阿列劉 也證明他現在真的非常放鬆 接著5分鐘後 大家要留意 胡政河的走位 非常漂亮 世界級前鋒的走位 最後趕上這個步點 頭球一擺 僅僅是上來 大概是13-14分鐘左右 我們天朝帝星 就不會開二度 此刻我已經不知道 如何形容這位球員 如下的比賽馬體會 就是追回兩球 即是玩回顏面 但是今晚 紅毛二問是屬於胡政河 看看比賽的統計方面 大家射門的效率都是不錯的 但我們這邊就進了五球 評分方面 僅僅是上場 半小時的胡政河 就已經有9.5分 在我心目中 他已經是最佳 他就用短短30分鐘 征服了油獎球場的球迷 希望靜餘的比賽 他同樣可以發揮出色 喜歡的朋友 希望多點讚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